我在美国在高中时期是交换了一年 那么就我看到的美国社会 我觉得他们的市场上是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的 甚至于是海外的产业 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工业化 在我当下看来 我觉得美国的工业链和产业链是不完善的 是不完整的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感觉特朗普的政府 似乎非常的执着于要跟中国脱钩这个问题 它到底能真的脱钩的概率有多大呢 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您怎么看 这样的就是美国政府肯定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也觉得 它的一个弱点就是产业链不完整 美国其实还是有一些高端产业的 人类的产业大概有一半离开了 但另外还有一半在美国 但那一半还是挺先进的 所以美国制造业还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确实产业链不完整 那么产业链不完整带来很多问题 有一些技术就无法应用 还有一个就是低端的工人没工作 生活水平很差 然后特朗普先生他的脱钩 其实他一个目的想把产业弄回去 对吧 但是我推算 他要想让世界的低端产业回去不现实 所以应该讲 他这个努力最后会失败的 中美完全脱钩其实也不可能 只是部分脱钩 现在5G的手机 5G的网络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城市 但是美国却提出了6G的战略 您觉得这靠谱吗 您觉得6G会不会直接秒杀我们的5G呢 那么我作为一个外行 当然也关心这个产业 我现在有限的信息是这样 目前那6G应该还是大家在想象 就是在产业里面现在其实是没有依据的 目前大家认为比较超普 而且比较先进的就是5G 所以美国想落开5G直接奔6G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好 我明白 那金教授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您在演讲中提到 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 在未来只会有中国制造和外国制造 但是在这一次华为和美国的对抗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直接断供华为 造成了对华为的手机影响 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而美国对中国高新企业的制裁 也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半导体制造业也有非常大的短板 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中美对抗的局面下 我们还有机会吗 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数字铁幕的背景之中 我们还有这个追赶上的时机吗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去完成我们的超越呢 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我的表述有点问题 就是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 我是说最大的 最大的 它跟最好还不太一样 跟最好还有差距 它是最大 目前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 到19年吧 我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32.4 而且以后我估计还会再增加 我们制造业还在扩张 所以制造业最大 但制造业最大不代表最强 那么我们现在低端很好 我们现在中端非常厉害 但是高端我们还有缺陷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芯片 现在就是个问题 芯片呢 我们低端也有 而且现在市场扩张很快 它中端就差很高端现在真没有 尤其是跟美国差距非常大 另外除了这个芯片 还有工业设计软件 大家都知道这差了很大 还有这样精密仪器 还有不少短板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过去跟美国有差距 首先还是历史积累 美国等于上博士后了 刚上初中 它有天然的差距 只不过中国跟天才 我们从初中跳级到高中 跳级到大学 跳级到研究生了 就跟他再接近 接近得很快 所以他就急了 要打你了 这是一个情况 我们有一个发展过程 它积累也好 咱们中国体系很完整 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 动员能力很强 现在我们不是遇到芯片危机了吗 然后现在整个行业 在拼命地加班加点 在低 我个人相信 有个五年时间 目前我们看到的 美国卡脖子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都接 就是个时间问题 要有信心 美国在科技和政治领域打压华为 我们尚能理解 但是作为社交应用软件的TikTok 为什么也会处于美国的打压枪口之下呢 美国在打压TikTok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呢 美国打压TikTok它几个背景 一个就是战略敌意 刚才我讲座的时候讲了 美国把我们定义为第一竞争者 战略敌意 战略敌意 一旦一个人对你有偏见 看你是什么都不顺眼的 这是一个背景 他对我们有战略敌意 有偏见 于是中国的东西都不顺眼的 这是第一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TikTok代表了跟华为不同的威胁 华为代表了技术领先 就是5G技术很重要 然后它领先了 美国现在的办法呢 一个就是用政治手段干预 就是让你的很好的5G产品败不出去 你不是投了很多钱吗 不让你败不出去 让你投资砸在自己手上 这是他现在使坏 另外当然他也在培养 像三星什么的 来追赶 这是对华为 那么为什么TikTok他要关注呢 TikTok代表了另外一个威胁 就是商业模式威胁 原来美国的领先不仅是技术领先 而且有商业模式领先 比如说 好多年前我们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快餐 对不对 麦当劳 德基 当然现在这种快餐不行 但有一段时间 它是代表一种很创新的商业模式 现在中国人开始创造新的消费模式 包括电商 中国的电商等于美国 日本 欧洲之河 因为这个巨大的电商才有了阿里巴巴 那么还有了中国的电子支付 网上金融 TikTok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 它就给你提供平台 这个平台一般人都可以参与 它的群众基础特别广泛 然后因为参与感很强 所以它广告效应就好 所以它收益也很好 然后TikTok除了商业模式威胁 它还有一个威胁 它很可能打破美国精英层信息垄断 TikTok就是让平民都可以表达自己 所以对美国来讲一个商业模式构成了威胁 一个对传统精英对信息的控制能力 请问您您觉得中美在南海之间的博弈 真的会像许多网友说的那样 会是一个低烈度的热战吗 现在美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 是几个海联动的 南海 东海 海海联动 甚至有时候跑到我们黄海来了 所以这方面海洋压力挺大的 我看好多舆论还有军迷猜测 危险比较大的确实是南海 最后以什么形式展开 我现在没法预测 我估计美国人主要还是形成一种战略威慑 就是让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活动要减缓一点 美国就是希望用这种军事动作 威慑你不许再搞了 另外一个 它通过不断地建机过来 它是鼓动南海周边国家 胆子壮一点 跟我们闹 大概它的目的 就直接跟我们发军事冲突 发生军事冲突 我觉得可能性小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要跟我们出现军事摩擦 它不一定能赚到便宜 所以如果赚不到便宜 在政治上它是个灾难 我觉得更多 美国在我们近海的这些动作 显示它的政治决心 威慑我们 同时鼓励周边国家跟我们闹 直接下场跟我们打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 那日本其实作为我们的邻国 在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 也是时好时坏的 特别是今年我们又共同经历了疫情 然后日本的首相也是刚刚换届 那我想请问一下金教授 您认为未来中日关系 又将怎么发展呢 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 就是前面十年 现在开始 区号 这是我的一个大团队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是 很成功的一个非西方国家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 我们一般说 西方西方22个国家 日本不在里面 它是非西方国家 现代化是西方启动的 所以西方有优势 日本是非西方国家当中 第一个进入现代化的 是吧 所以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得承认啊 然后呢 一旦中国也工业化了 中国的工业技术也追上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它就很难受了 日本原来领先的基础 其实很简单 就是工业化领先 就是技术领先 工业化领先 技术领先 从学术意义上讲 就是知识领先 所以只要中国认真地学习 那么技术上赶上日本 就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抵抗 抵抗呢 所以小泉到安倍早期 就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三年 日本态度就变了 日本社会开始 渐渐接受 中国崛起 在技术上赶上日本 这个不可抵挡的事实 然后我觉得日本社会 这两三年 心态有相当大的变化 而且是好的变化 就是开始接受 一个崛起的中国 这个是最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 克服了之后呢 整个中人关系 应该是趋好 但这个趋好的过程 不会很平静 因为美国会在中间捣乱嘛 对吧 然后日本的政治家 做美国控制也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过程 就趋好的过程 不会很顺利 它是大方向 未来十年中日关系 我认为 比过去十年会好一些 我想问一下 您未来中印的关系 会有怎样的发展 谢谢 谢谢你 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中印都是亚洲大国 都是发展的大国 从中国角度来讲 中国是很重视印度的 而且非常希望 龙象共赢 共赢 那现在呢 问题出在印度方面 印度呢 现在一个就是 你刚才讲的疫情严重 然后经济又不好 对不对 因为它需要啊 把那个内部矛盾外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矛盾 它现在宗教矛盾也挺紧张的 所以这几个内部矛盾 导致它有强烈的动机 把矛盾外移 再加上现在美国在后面鼓励它嘛 所以现在呢 哎 中印就出问题了 它在中国的西部做很多小动作 那么中印关系会走向何方 现在我没有答案 我只能这么说 至少从中方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中印关系好 然后在最近的摩擦当中 中方其实是很克制 非常克制 然后战略上 我们中国还是希望 能以某种形式 尽快地把这个边界问题解决 让中印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但是问题是双边关系 双边关系不是中国一方能决定的 要看印度的反应 中国这个努力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不成功 如果成功 中印关系会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然后应该讲是双赢的 但如果不成功 印度动作很过分 导致某种摩擦 那中印关系 未来一段时间就很糟糕了 是吧 当然我是个军迷的 我从军事角度来讲 如果印度不冷静 进一步逼中国 真的发生举止冲突 印度还是要吃亏的 结局跟62年应该差不多 所以中印关系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精英层 印度的领袖层 他们的战略选择 从中方来讲 我们没有问题 今天仍然是真是中印关系 希望双赢吧 但是问题是 这个答案不在中国手上 在印度精英层手上 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应该讲 现在遇到了好日子吧 大家比较关心国际关系 受众多 再一个我的感觉就是 只要是放下身段 就不要端架子 你要端着 讲的话太学术 太生僻 就不会有点击率 所以呢 就是抓住大家关心的问题 然后放下身段 平等对话 然后用平常的语言 表述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容易 得到大家的介绍 我觉得在目前美国政府 对于中国实行的这种 脱钩政策的背景之下 那么对于主要的欧洲国家 比如说法国 德国 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会不会选择同美国战队 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呢 那么未来的中欧关系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走向呢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祝贺你进入LS1学习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就国际关系来讲 伦敦政筋是非常好的学校 然后你讲的问题也很重要 中欧关系 是中国特别重视的关系 我刚才讲过 中国的大国外交里面 有三对关系 中美 中俄 中欧 对不对 现在中美关系不好 中俄是很稳定的 所以中国肯定有一个工作方向 希望中欧关系能稳定住 大家都注意到吧 习主席是不是和默克尔总理 还有欧盟的两位领导人 对吧 蒙德莱恩啊等等 进行了网上对话 总体来讲对话还是好的 我个人认为呢 中欧关系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嘛 经济上现在来往还是不错的 然后在全球议题上 就是气候变化 防控 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等等 我们合作点很多 另外地区合作 比如非洲 三方合作也开始慢慢展开 所以双方合作点很多 当然我们有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价值观不一样 对吧 我们有一种形态冲突 但是我们毕竟跟美国不一样 没有地缘政治冲突 有价值观冲突 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冲突 通过对话可以控制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呢 因为现在那个 特朗普执政嘛 然后欧洲人对美国的 感觉是不太好的 所以现在 如果一定要让欧洲站队 欧洲我觉得是偏中立的 所以我个人对中欧关系 前景看好 虽然这个 仍然是有矛盾 经常会吵架 但是不至于像中美关系那样 发生冲突的危险 这个危险都没有的 基本上是一个 吵吵闹闹 但是过得去的一个关系